嘿,我是阿图,不想背单词而努力让老外讲中国话的汉语老师 从2015年起到现在,我通过不同的渠道在教外国人中文 唯一没有用过的也是很多汉语教学博主推荐的招生渠道 线上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汉语教学平台 反正我是没有尝试过就不聊了 网上搜一下会有非常多的平台对比 那在今天政变开始前呢,我必须要先说明 这期视频不是在说我有多厉害或者我的条件有多好 只是给你一个新的视角 了解作为自由工作者,汉语老师还能怎样招生呢 除了少量的线上工作,其他都是在澳大利亚当地的线下进行的 如果你觉得跟你不相关,但是又很好奇 期待你跟我们一起看下去呀 内容略多,所以呢我分成了两期内容 今天先来聊聊朋友介绍有哪些渠道可以参考 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哈 我以前是澳大利亚读的中学教育本科 毕业后成为当地的注册教师,主要教汉语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除了学校工作以外 我都有过哪些教学尝试,我会用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来说明 我不是一个很喜欢社交或者善于社交的人 认识的朋友不多,但是大多还都挺高谱的 有很多工作机会都是朋友们推荐的 在读本科的时候呢,是有教会的朋友来家里做客 刚好是兼职的汉语老师 听说我以后会在学校里教中文,也就多聊了一会儿 没有想到的是,他有时回国休息这段时间 把我这个一丁点教学经验都没有 英语还非常变角的学生介绍给了他的工作机构 我经常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天教学经历就来自这次教学 就是满屋子的孩子又跑又跳 我当时真是想坐在地上大哭 关于找工作,我想说的是 尽可能找一个你感兴趣的组织或者认识 参与了不同社群的朋友 那这些组织或者社群可能是线上或者线下的教会啊 语言交换的小组啊,兴趣小组啊,读书会啊 户外运动社团啊之类的 总之呢,组织里会有不同领域的人 他们很有可能给你带来工作机会哦 毕业以后又经历了一次朋友介绍机构的工作 由于各种原因呢,我辞职了 但这个时候,同专业的大学同学要去学校里面任职 把他带的家教学生介绍给我 这个时候,我已经是有过几个月教学经验的新手老师了 不过,尤其上一家机构 这个家庭的收入和孩子的中文水平都非常一般 我感受到父母想要通过教育来改变下一代的强烈愿望 因此呢,在学生家上课的时候 经常会因为孩子们开小差或者反应慢 而引起非常强烈的家庭矛盾 我当时很希望自己可以帮这个家庭缓和一下关系 但是作为每周见孩子们一个小时的家庭教师 我能做得太有限了 也是因为这段经历让我逐渐改变了教学风格和与孩子们相处的心态 无论是课堂外发生什么 孩子们与我相处的教学时段 他们是安全的、信任的 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 是有话语权和选择权的 第三个招生方式呢 其实是中文教学社群里 有老师发布了一个成年学生的学习需求 我马上就把工作接下来了 我和这个学生在悉尼市中心地铁站楼上的food call上课 早上六点半呢 没什么人food call又有免费的桌椅 我们就在那里上了三四个月的课 重点来了 上课过程中有一对母子发现我们在上中文课 就来报亲子中文课 我在教育机构的时候 教过两到四岁的中文亲子课 所以上手还算快 跟家长聊得非常开心 后来还去他家做课聊了一下午 在food call遇见的第三个人 是一个YouTuber 看过他简陋的语言教学视频以后呢 参考了其他的非常有限的汉语博主的视频 就报名了一个做视频的课程 就此下定决心 我要把自己有限的教学经验和踩过的坑 跟更多汉教人分享 断断续续也就更新到了现在 在教室社群里呢 我也接过华人家庭的课 家长又介绍了其他学生 不管是做线下还是线上 只要教学质量持续在线 家长们是很愿意介绍新学生来的 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资源的共享 那对于我来说 不仅仅是有了更多的声援 也有机会接触不同的家庭 了解不同社会阶层和家庭氛围 对于孩子们的影响 这给我之后进学校教书 也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因为大部分学校还是大班教育 如果没有之前的家教经验 我都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孩子会有这样的表现 我要怎么跟家长沟通 沟通成功或者失败以后要怎么办 那下期视频呢 我会介绍除了朋友介绍以外 我都做过哪些尝试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